Yo, 歡迎大家收看什麼唐水泡 看到嗎?我又來到旺角這個中心點這裡 真的有空無次出來旺角 我最近都要去信和中心這裡 不是說賣廣告 信和中心, 香港人怎麼可能不懂 遊客都懂 我已經試過不像一次, 有些外籍遊客 尤其是有外籍遊客, 泰國遊客 Waves, 採納選擇 他們很喜歡在裡面尋寶 信和中心有什麼補 現在不用說, 我進去做什麼 當然是買玩具, 看玩具 但是信和中心這個黃金聖旗 由八、九十年代已經開始了 那時候明星卡, 黑膠, CD 日本的影帶 還要有字幕的合帶 你聽過沒有? 很多好東西在信和中可以找到 信和的好東西真的找極都不要 而且又給了很多懷念的好時光給我們 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是現在我們做石果謹泉 小時候通街都是的, 漫畫書店 如果說香港看漫畫的歷史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據說香港號稱第一本漫畫 其實是否真的, 我也不知道 不過是很繪席人口的 叫做財叔 曾經徐刻都拍過電影 這個財叔的漫畫是抗戰時期 即是打日本人的故事 好了, 不說這件事 其實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沒有漫畫這兩個字 我們叫做看公仔書 而且有些書報攤 因為每個人的環境生活 未必是這麼好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公仔書的 但是就有出租公仔書的暴攤出現 每個小朋友坐在街邊看公仔書 有些就可以拿回家看 更甚就是非法的時候 為了讓小朋友不要被人刺 真的刺到黑臉 一定放在大堆公仔書 讓大家看著時空 覺不覺就被人刺頭了 結果到了今時今日 漫畫店是怎樣的規模呢 帶大家看看 我們在幫忙 有些人刺到的地方 剛才有很多頓頭 但我們要下載完成 是在大堆公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去嘗試 請得到 右手 從前往 到前衛 我記得電腦龍鑽和這本我真的很記得 當然有看 當時奇奇很追 但這一期 真是 怎樣破雙折棍 用雙折棍 破雙折棍 然後鬼哭神號 那一招 到現在都記得 用不用到的 用不到 進來老闆Dicky的店舖 我姑且叫它做店舖 我只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木不下級 Dicky 你好 Dicky 你好 Dicky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間是漫畫店 是漫畫精品店 還是漫畫展覽室 我覺得是博物館 博物館 我看到很多古物 甚麼都有 我想全香港只有這間 可以做到100%港幣 最有規模 如果說港幣的資料 歷史 我想這裏真是齊全 剛才我看到有些 我小時候和你一樣 一定喜歡看漫畫 港幣 我們是公仔書迷 那時候叫公仔書 但我才發覺 第一 拿了很多回憶 第二 原來我很多都是錯失了 原來有這麼多 是出了很多不同的種類 尤其是單行本 有很多漫畫 有很多題材 哇 你說回來 真是數之不中 是呀 你是沒有甚麼可能看完 基本上我告訴你 是沒有可能看完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那時候大家的生活條件很有限 如果要看完的話 是花費很多 雖然那時候是漫畫 那時候你看的時候是多少錢一本 我看的時候 都看二手漫畫 是嗎 是呀 因為我幾歲的時候 如果是唐哥 你有沒有印象 以前有很多二手漫畫 都在街邊的 有 有的 你有沒有看過北河戲院 我不是在那陣子 我住在灣仔 春圓街那邊有這些 有的 我多數有在北河街 新嘴寶 北河戲院 黃星期日 早上開祖牆之前要收檔 六點到九點鐘 都放在地攤內賣書 很便宜 斗嶺一本 真的斗嶺 斗嶺 我以前叫斗嶺 現在不懂 斗嶺 已經沒有了 那時候斗嶺 買到東西是做到的 買到本書仔看的 是做到的 那時候買了二手 你會否保持 保持的 保持的 保持很多 是嗎 保持很多 保持的時候 家裏有否疑義 放那麼多公仔書 反對是沒有的 保持了最後期 被我整個姐夫 都被丟掉 我都心痛 受人 真的很心痛 那時候漫畫 我們真的昏迷很多 有廣漫 廣漫出了很多人才 我講真的很多經典人才 很多人才 然後有日曼 日曼 其實當時是老回來的 日曼 香港那時候哪有版權 沒有得老 都不知怎樣拿 但當時無論是印製 翻譯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我覺得比較粗 粗一點 粗 有些籠子 籠子賣影印本 對不起 我看當時是鹹蛋 第一代的日曼 一公大義 對 還有很多鬼故事 過士拉系列 我都買過日曼 當時有 當時的《觀者書》 五毫子一本 五毫子很重要 這麼大大本 對 對 比較厚 香港的兩毫子漫畫 比較厚 沒錯 我講回本土文化 我覺得香港漫畫 有很多樣化 大家很熟悉 有笑的 老夫子很久歷史悠久 十三點 十三點 畫得很漂亮 很厲害 十三點 我也有看 不好意思 女生漫畫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我也會看 還有很多搞笑的東西 周報式漫畫 我們有見過 但不能不提 始終最受大眾歡迎 一定是武打的漫畫 很多 其實在武打漫畫之前 有一陣子出了很多 扮日本英雄那些 Superman 超人 金達 東方容 前塘江江 反而是武打漫畫 反而是更厚一點 但後來自己打了一條血路 你講回王先生 也不可能不提 也不可能不提 由那時候開始 香港漫畫 你不講王先生 都不知道誰 基本上不可能不講他 幾多代人仰活著他 陪伴我們成長這麼多 一代轉期 那時候由小流民開始 他形成了一個 香港人 我這樣說 不是很誇張 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 你知道被人禁制 因為那時候的政府 有些所謂議員 那時候叫官首議員 小流民三個字都要改變 沒錯 其實流民有甚麼問題 流民大肯不行 小流民又不行 然後又說血色 電影又如何計算 電影又可以 那時候沒有三個字 電影又可以噴血 但小流民 一本書又說不行 於是轉腦筋 改變了龍虎門 對 反正都很有趣 那時候他就說 我很記得 他很多時候 黃先生很喜歡和讀者溝通 寫很多文章 他早期是帶出這個方向 以前文化書 應該沒有和讀者有專欄 沒有的 是由他開始 而且他真的會和你回 那時候 後來漫友 都是由讀者開始 對 三結合 那時候 我很記得 他說 不要緊 因為小流民始終都會長大 他不會再少 他說 今時今日也是少 也是少 老夫子沒有老過 而且是龍虎三王 他們都開了一個地方 所以不如叫武館 就叫龍虎門 這個名字更有氣勢 更加龐大 這個名字比較像 可以上得大桌 這個是 入得殿堂 是的 上得大桌 我講到漫畫 尤其是黃山那些 如果你不要計算它 你最喜歡哪一部 很難選 不算黃山漫畫 算吧 算吧 算黃山漫畫 我當然喜歡上小林民 小林民還是龍虎門 兩者 為什麼 因為感情結 因為我十幾歲 就去看黃山的小魔神 小林民 這個是程義傑 沒有小流民 我不會看龍虎門 即是現在 我現在來講 我問問你們 無面超人 你最近怎樣說 紅大龍、紅尾虎 一定是第兩個 紅大龍、紅尾虎 一定 港銭丹超人 吉田、口香 沒錯 沒錯 就是程義傑 在那時中了 第一程義傑 第二 我真的這樣說 最好 是 折迫萬俠 我們看一號 是啊 居然可以 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 不會看小說 很少 我們經常都問 為什麼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有韓龍十八獎 原來又是二次創作 不知道 我認識了黃山的狂龍十八獎 才認識金龍的狂十八獎 是啊 我也是 其實你喜歡黃山 小林民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不同的創作 這麼多年以來 當然你喜歡自己開漫畫專門 你的珍藏 都擺出來沒有 還沒有 還有一個瘡在這裡自己放嗎 裡面還有一個瘡 還有一個瘡 裡面還有一個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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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嘩 嘩 好多 瓦瓦特別寫畫給你的 這個就是黃山 來到西藏街 在西藏街畫的 這個就是在玉蘭潮畫的 所以兩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意義 是 這個早期那時候 2015 最初叫做黃山 有機會看到黃山很開心 是啊 我看到你 有些捧場 有些Poster 有新作 有手遊 對 對 你覺得怎麼看呢 其實手遊 現在每個人都會玩 但你將廣漫 尤其是變成手遊 你怎麼看這個大小 對我們來說 黃山的漫畫挺豐富的 角色、演繹、招式、兵器 其實手遊 我覺得親切感大一點 我覺得 廣漫有 尤其是有黃山 他有一個特色在這裡 情節 人物的個性很強 正邪分明 正邪分明 然後人物性格很強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最重要的是 我們喜歡看招式 真的創了很多招式 那些招式是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 我不能說 很經典的 在臨壇那時候叫做渦輪增壓 天氣天地收入 渦輪增壓 瘋了 那年代他已經有兩部波子 因為波子的渦輪增壓 然後內功是用渦輪增壓 聽起來很神奇 很神奇 即是鋼爪弓打下去 硬得像鐵般的波子 我們叫做砂板 一下子就打到五個洞 五個洞 你也是記得這些 當時我們的印象是 同時吸收了一些知識 我們又把生活中的小白波 放進去慢慢 其實都陪著我長大 不是陪著我長大 而是帶著我長大 你會覺得 例如今晚我們轉做手遊 遊戲機 或者這樣說 體驗層面又是另一個境界 我覺得當晚 剛才招式人物 我表面在坦哥這裏 也是豐富 其實日晚已經豐富 我覺得推廣得好 應該可以有一個不錯的市場 日晚 例如武打的日晚 我也有看 很多講空手道 大家知道 他們把招式拆解得很精細 但他們沒有招式名字 他們比較真實 他們會做很多招式的守則 真實一點 很細微的 真實得來 沒有了我們那個幻想空間 因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文學裏面 我們有武俠世界 武俠世界是將武術層面放大很多 即將我們的想像力 文化 真是很棒的 所以我們有招式名字 這也是文化層面的其中一件 例如我們剛才說 看漫畫 沒有招式 這一招 有一招更厲害的來拆 這個才能一級一級打上去 如果我們玩遊戲機 是一樣 我們可以扮演 操控 然後大家對打 最重要的是 看漫畫 平面2D 在畫面中 動作已經不同 是另一個世界 現在畫面已經越來越精細 你這樣看 你都涉足了漫畫 你又是收藏家 你怎樣看廣漫的趨勢 或者未來的動向 廣漫的趨勢 和未來的動向 其實是比較以往困難了 因為最主要手機之送 其實現在的普及性太普及了 要令更多人去關注漫畫 我覺得推廣很重要 推廣除了實體書之外 現在走不掉的 就是電子書 在手機上看 另一件事 你覺得多些不同的再看 會不會有好處 一定是 一定會有好處 不過要花時間去推廣 例如做一些畫展 和讀者多一些溝通 帶給他們一些信息 然後香港的漫畫 是很豐富的 香港漫畫家普遍來說 黃狼叫好一點 大部分比較保守 留意一下 怎樣保守 不是太喜歡和直者溝通 對於海外的市場 始終好像有一個甲膜 其實我覺得透過現在互聯網 這麼豐富 其實是可以和海外讀者 多些去宣揚港版的豐富之處 更加有新的題材 新的題材也可以牽涉到 借用了以往中國的一些歷史 例如戰國、三國、春秋 這些歷史 可以讓人有個歷史背景 層面又會再廣闊一些 題材也是多元的 你將歷史簡單一點 套有故事裡面 親切你會大一點 而且你會有認知感 你會容易入腦一點 總之希望靠大家 希望廣漫再好一點 一路成全海 最重要是再發揚光大 大家都看到這裡 重點推介漫畫春秋戰紅 正如剛才和老闆Dicky都說 香港的漫畫要繼續發展下去 真的需要有新的載體 就對了 好像黃沙一樣 春秋戰紅 有一個新的遊戲 手機遊戲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片尾下方的連結 預約遊戲 支持漫畫 支持本地的漫畫 廣漫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手遊就是廣漫的升級演繹 由黃若郎擔任顧問的廣漫手遊 春秋戰紅 還原廣漫精髓 神功招式拳拳刀肉 轟出畫框 實現如時的夢想 郭龍英雄並肩作戰 自設連招打到壞蛋 毫無還手之力 玩春秋戰紅 感受一下香港黃金元代的廣漫魅力 每次字幕提供 五年快樂 入圈 入圈 五年快樂 炎 錄製 由五年快樂 二十三 二十四